这一季的小橘子们 最近一定没有错过 这部火热的 那年花开月正元 除了剧中各位演员精湛的演技之外 这也是一部难得的良心高分剧 刚开播就成功在无数制作细节上 刷爆了橘子君的好感 细节一夜 妆容质简真实 在评价影视剧的时候 妆容似乎最容易被人忽略 而那年花开月正元的角色妆容 和同样是娘娘主演的经典剧作 《真环传》一样 是跟着角色的身份不同而变化的 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 周莹从小就跟着跌走江湖 粗衣麻布 再加上她的性格就是一个假小子 自然脸上也不会精雕细琢 所以从她出路街头 伪装成乞丐骗人 成为丫鬟 甚至刚成为少奶奶 她的妆容都很清汤寡水 甚至连睫毛膏都不带涂的 而到了后面 周莹开始独挡一面的时候 妆容明显能看出来 眼线加粗了 之前毛茸茸充满自然气的眉毛 也变得精致眉尾伶俐 剧掉了刘海 整个人都成熟了起来 而胡兴儿饰演的大家闺秀胡勇梅就不一样了 她从小出生在富足阔绰的家庭 知书达理的千金大小姐 如果说周莹有更多的男孩子气 那么胡勇梅身上就是刻画少女感 整张脸都透着淡粉色的色彩 人面桃花相应红 就像一朵迎着春风 将要开放的花孤独 后来感情受索之后 她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桃花变成了黑色大栗花 整个人都透着阴云密布的气质 除了女性角色之外 男性角色也要有简单的妆容 差别基本体现在眉毛上 无偏的眉毛平缓 眉尾下落 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 但沈星仪的眉毛浓密上扬 正如她桀骜的性格 有时候角色的妆容 并不是要多么大挑大办 只要能够更好的反应性格 哪怕只描个一笔两笔 就已经发挥了最好的功效 宣斌夺主自以为是的夸张妆容 才是让影视作品大打折扣的元凶之一 不难发现 剧中的主角们 甚至连小丫鬟们的衣服 都很有质感 盖操到了服装的美之后 橘子军查了下 这部剧的造型服装设计 夜副天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你能想到的 无数美妙绝伦的电影电视剧造型 都会有出自她的手笔 在那年花开院政园中 夜景天衣为角色们 量身制作了大量 连细节都很精致的 符合角色身份 及人生境遇的服装 无偏身为吴家冬月的大少爷 性格温润且稳重 衣服大多是深蓝米白 花纹复杂但不繁琐 细致但不花哨 沈星仪的年纪相对更小一些 性格任性拔扈 衣服多是绿色 且上面的图案花纹更加华丽 衣服材质更加光亮 所以周莹在沈家身为丫头时 服装就是绿色 而到了吴家冬月 变成了米色蓝色 从当年摸趴滚打的卖艺丫头 衣服多绑带 看起来实用但不高雅 到后来的小丫鬟 服装上多了些花样 成为少奶奶后 服装也越来越精工细作 郭勇梅大小姐的服装 和她的妆容一样 大多是粉色 但到后面越发成熟之后 服装颜色也从粉色变成紫色 再变成深紫褐色 郭勇梅在准备出价时的服装 也是重头戏 一身红装惊奇隆重 上面的每一处花纹 都下足了功夫 相比较来说 铁灭线灵照白时的服装 就很简约低调了 而长辈们的服装颜色 多为深色 质感高级 只要能体现出 有钱阔气就可以了 夜景天空坐式 有曝光这些服装的造型照片 真是让人看了就萌生 想穿一穿的冲动 这些一看就花费了 很多功力的服装 我甚至能想象到 博杀他们表面时 那种起伏的手感 这些衣服 有很多已经在剧中 被主角穿过 看你能认出几件呢 细节三 演员表一股清流 善于留意细节的观众们 应该都注意到了 在片尾曲的演织人员表中 演员们的排列顺序 一改往常 但很多影视剧 还涉及范围之争的时候 那年花开月正元的 演织人员表 是这样子的 无家东院 无家西院 无家南院 无家中院 沈江 无家参演人员 简直就是按家谱 来排演员 也不要争什么一番二番 从长到佑 有理有据 无懈可见 建议其他影视剧组 都可以相访一下 最后杰字军想问 你有在追这部剧吗 觉得怎么样呢 快来留言 告诉局势军吧